周末跟著專業分析師一起開趴 輕鬆掌握財經消息與產業動態 理財周末派 讓你投資神展開 本節目由news98 與摩爾投顧共同直播 摩爾證券投顧111年 金管投顧新字第014號 理財周末派 FM98.1 98新聞台 我是主持人林昌馨 你可以叫我新歌 那這個禮拜我想 理財周末派要給大家帶來的 應該不是這個超派鐵拳 因為超派鐵拳這個禮拜很夯 我想幫大家帶來的就是說 這個禮拜其實台股 有沒有一些很胖的勾扁 其實還是有 那最派的第一名應該叫做台積電 那台積電其實一路攻高來到640以後 基本上讓台股穩定軍心 那台股這個禮拜大漲300多點 雖然在禮拜五的收盤 公拜垂成沒有收在1萬8以上 不過也是收在17995 那量人也是順勢的 落在一個所謂的壓回 大概2500億左右 那現在這個市場呢 我先跟大家提醒了 整個市場呢 仍然氛圍是往上 包含黃仁勳這個禮拜來台灣 Amedia整個抄圍跟所謂的輝達呢 都持續的創高的狀況下 美國的這些所謂的我們說AI概念的 這些晶片股呢其實都很強勢 那台股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漲跌互見 那在台積電領軍的狀況之下呢 整個市場呢我認為呢 還是屬於多頭的格局 不過這個不過就來了 因為快要過年了 要過年了 所以過年之前呢 整個盤面呢 我想就會有開始做一個高檔的震盪 那高檔震盪的過程中 我相信呢 觀察幾個重要的指標 包含怎麼樣去 把你的水位呢 到底是應該加還是減 那找哪一類的一個所謂的一個 公司標的來做所謂的資金進駐的動作 我想還是需要呢 專家來跟我們一起來聊聊 那今天呢 我們就很高興呢 歡迎到磨爾投顧的分析師 陳俊妍分析師 來到現場 陳俊妍好 好 信哥你好 所有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午安 好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的這個節目呢 是在News98的在FM電台播出 那同步也在YT YouTube的頻道 也做直播 那想要看副看的也有 那任何的裡面的資料呢 各位呢如果看不清楚的 可以重新看 那如果分析師 哎有任何問題想問他的 他也有這個所謂的LINE 可以讓大家來加入 那待會呢 我們也會一一來跟大家來做說明 那 俊仁兄 那這個盤你怎麼看啊 啊我相信喔 呃過1萬8之後啊 大概這個過前高 創新高之後 指數震盪是難免啊 技術的形態來講的話 是非常常見 所以下跌不用太過於擔憂啊 現在我們其實要看的喔 後續什麼股票在農曆封關之前有一個表現 那什麼股票 其實農曆封關之前 如果一點點的漲幅 你可以報股過年 過完年之後 也許一整季啦 第一季的時間都還讓你有表現了 這個才是大家要思考的重點喔 我想其實喔 這個居然講的很好 就是說事實上在這個點喔 很多投資朋友看到1萬8千點喔 就是沒感覺啦 為什麼因為自己手頭的賬物股票都沒漲到嗎 所以我覺得這時候才要專家來幫助我們 為什麼 因為透過專家的不同的視野來切入 你就知道 哪一類股有機會 他到底在漲什麼 我覺得其實在觀察的過程中 每一個人的看法都不一樣 但是大家 我認為喔 其實多聽多看 那聽專家說法 那其實這些分析師呢 就會告訴你他們的觀察重點 那你們就有一個跟隨的方向 那我覺得以這個所謂的成分析師來說 那你覺得現在的這個台股來到這邊的話 有沒有什麼幾個要觀察的重點 欸其實喔 我們喔最近可以看一下 大盤公萬8誰是主角 電子啊 成交比重每天都過七成 當然就是說當電子都維持在七成的話 那代表說這個行情的主角還是在電子身上 那大家如果去看一下台積電很強對不對 拉基盤拉基盤 欸拉基盤之外什麼股票最強 其實大家可以發現一檔股票神盾 6462神盾 集團的嘛 對集團股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不只是集團的概念 其實說穿了2024年大家要去關注的是一個 成長跟轉型 有這兩大的題材跟展望的話 其實過不管是風關之前 過完點之後 其實關注這兩個主題 這兩個題材的個股都是賺錢的機會 對我想其實成長跟轉型的也是很多投資朋友 包含喜歡做這種波段型的 很喜歡的 因為尤其什麼油虧轉營 或是有題材是大家還沒發現的 但會高速成長的 你比如說你去 報價成長 對報價成長的 對啊你剛剛就會低基期報價成長的 這大家庫存會變黃金的 真的很棒喔 那如何來做觀察 我們是不是要先從這種所謂的大盤的這個跟這種台幣的關係來做切入 好那其實我們喔這個部分下下一個單元 OK好下個階段跟大家來詳聊 好那我現在要跟大家先聊集團股 對 因為集團股喔 你從過去2023年的軌跡 你如果掌握住的話 那可以是喔大家 推複製 對2024年靠一檔股票 可以那個獲利翻倍的機會 OK 喔我們喔 剛剛聊到神頓對不對 對 他集團股最標的叫8054安股 對如果大家記得的話安國他是其實喔 在去年第四季 才開始往上飆 而且是10月漲11月漲12月也漲 每個月都創新高 這個月還在創新高 我記得大概從30塊左右 然後現在漲早上最高來到150幾 還停不下來 好大家你就要知道喔 其實喔他在去年9月 對有一個私募 那個時候的是還沒漲 對還沒漲OK 那麽大盤過1萬5 1萬6 然後不動的股票 對 欸你如果從他月線圖來看 他根本就是一個完完全全 平 如果大家就來看就是平的對不對 洗衣板不會理他的股票 但是你會發現就是說 欸私募之後 9月私募啊 那個發行價是34.05塊 10月馬上就出現一個說 轉投資 新核半導體 啊市場傳出來 轉投資新核半導體要幹嘛 轉型變IP公司 一個普通的IC設計的公司 做晶片的要變成是細智材的公司 大家就知道聽到IP這兩個字 就是黃金啦 啊是啊是啊 所以就是反而是喔 你從34.05的發行價 那一直到這個月最大最高是154塊半 哇那個漲幅3.5倍啊 是非常的多很驚人 好那大家如果齁 剛才有聊到神盾對不對 神盾它是在去年5月也有私募 對 那個時候的價格是70塊 是 禮拜五 最高點 最高點到208 它波段漲幅1.97倍快兩倍 所以大家你可以看到喔 那個這樣的一個狀態 讓你發現說2024年喔 那個讓你一檔股票 可以獲利翻倍的機會在哪裡 留意一下私募 包含說股價的基期如果非常非常低的話 欸那這個時間喔 真的不要管大盤要不要公萬八啦 對 欸你先找到一個利基點去給它卡位 其實就是未來的好機會 對我覺得其實齁 這個陳俊妍分享很好 就有兩個重點就是說齁 第一個就是在私募的過程中 其實私募代表了 欸有人要進駐對於未來看好 第二個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聽 就是基期相對比較低 那這個我想也是就分析師的功力了 幫大家找到欸有這樣的機會 有基期低的 那如果你去卡位的話 那基本上呢其實它的 獲利基期低吧 所以它的這個成長性才會高啊 那我去年追蹤這兩檔股票 就是因為它私募 好我要齁 這一這個禮拜 我在這一邊要送大家一份資料 那這一份的資料也是 就是因為就是說我特別把經期相對較低 而且當時候我在追蹤安國跟那個神盾 我用的方法就是把它的月線打開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個圖 圖卡上面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這個箭頭上面指的地方 就是它私募的時間 是 私募之前它是不是月線看過去 都全部都是欸 半大半年一條線平的 私募之後開始出量 然後連漲4個月 安國就這樣標了3.5倍 相同的我們再把這樣的道理 放到神盾身上 大家如果看到圖卡的話也是一樣 那個箭頭的位置是它私募的位置 私募的時間一樣都沒有量 那神盾是比較有趣的是喔 它盤整了5個月的時間 一直到安國先有一個大轉機的大利基出來之後 然後慢慢的欸忽然之間連神盾 哇都切入AIPC啊 神盾大概是去年就11月份才開始動 安國先動 原本是牛皮股 對都不會動 然後大家你記得去年12月份是不是漲AIPC 對然後漲基這一類的 對然後後面欸 紅基跌下來換神盾居然是1月5號 對而且動沒條啊 就直接都不回頭了 就不回頭 欸這個禮拜那個 它跟台積電一樣啊 沒有它比台積電更強 對 它強於台積電 不禮拜我們在等說 欸要不要漲停板而已 沒有漲停板還是很高 因為盤中最高來到208塊 等於短短的可能一季就已經翻了一倍了嘛 嘿 我記得是大選投票之後啦 他互換之間有一個 他也是要併購 是 併購那一個前瞻科技 也是取得那個先進製程的IP 對 對 不要說從私募算啊 你如果說從一個併購案開始來講 欸漲幅也是超過5成 是 所以最重要的 現在來了 我們會送大家這一份的資料 後 裡面含了一檔股票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圖卡 對 一樣的概念 如果集團股裡面 它盤整了 股價從月線盤整了超過半年 對 最近三四個月才開始出量 OK 欸 如果他今年2024也有私募案的話 是 那就是機會 不要注意他 是我覺得就是了嘛 因為其實股票我覺得 他就是重複的表現 就人家過去怎麼走 有這樣的狀況 有這樣的邏輯 那如果套用這樣的邏輯 欸 你又可以找到相對的標的的話 我覺得機會就很多 所以這個分析師覺得說 在這樣的一個機會下 今年度還是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標的 可以來做這個追蹤對不對 對 因為2023年 其實行情就已經告訴我們啊 大盤很多的時候 他其實都是盤整不動的 如果他看紙座的話年盤的 尤其到了一萬八嘛 對不對 一萬八 然後在其實一萬八之前 其實也盤了蠻久的 對 所以我覺得提醒大家一個重點 如果你到了一萬八 你的股票是 超過一萬八以上的那個位階的時候 其實相對危險嘛 那你應該找位階比較低的吧 你要報股過年 你也不應該找那個 元月份一直在創新高 那個會報不住啦 所以說低基期往上又出量 然後又有私募題材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 所謂有一個轉機的機會 對啊我把他抓出來 第一個 因為當初我在追蹤安國跟神盾的時候 就是靠月線圖 是 啊月線圖 啊有私募的那個消息出來之後 那個時候我安國 那個時候追蹤他的時候 已經36塊了 對 喔那一忽然之間 欸這個怎麼盤很久的股票 啊那個忽然間私募之後開始出量 然後我後面追蹤他追蹤他追蹤他 然後原來又有大力多出來 啊相同的手法放到神盾身上的時候 也是一樣出現 那這個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一般的投資人 你看股票就是天天都看不同的股票嘛 但是如果你能夠抓好一檔股票 然後呢跟著好的投顧老師 來做這樣的研究的話 那基本上呢我認為呢 這個機會才一個賺一個大波段嘛 你每天跑來跑去 尤其是有時候做當沖的 或是隔日沖的 說實在的那個真的獲利一點點啊 抓到一個轉機才有機會 那這樣的話 其實怎麼樣跟這個 呃我們說的這個陳老師來做聯繫 要加您的怎麼樣去搜取你的方式 LINE AT小老鼠J178 對 OK 對那你加入之後打個通關密語吧 52178 OK 我再復述一次喔 就是你打開LINE 然後加入了 就是小老鼠J178 然後這個再打5278嘛 那陳老師就會把這樣子相關的一個資訊 這個發送給大家 對直接給你一份資料 好那我再回到 我們聊的這個 所謂的一個成長股 跟這種所謂的低基期的集團股來說 您會認為說 呃以今年的一個態勢來講 您會比較偏向電子類的哪一個部分呢 欸其實還是AI嗎 欸我比較齁 可能AI的部分齁 大家先撇開來看 對我會去留意是記憶體族群 OK因為AI的族群其實在周五 大家看到其實回檔比較多 對黃仁君點名多 可是全部都沒動 全部都回答 還大跌 對對對 所以你會認為HBM嗎 這類的記憶體的相關的效果 對因為如果說AI的應用裡面 它一定到最後要有記憶體嘛 也是要嘛 可是你會發現喔 AI的供應鏈這樣出來 當然記憶體的應用算是比較後端的 比較下 而且機器當然比較低嘛 符合你剛才講的報價開始在漲 開始漲的時候 對 對所以其實我們這份資料裡面有幫大家把記憶體裡面 漲幅比較落後的機器比較低的把它抓出來 我希望就是提供給大家 欸今年有很多的機會好好去做觀察 是所以我覺得台股雖然來到萬八了 但是還是要做功課 你不做功課 你就沒有辦法報股過年 那如何做功課呢 我認為呢 一個好的專家呢 其實能夠帶領你呢 找到投資的方向 好那有機會呢 就加了這個我們陳俊妍老師的Line 那我們休息一下 愛會再回來 好FM98.1 98新聞台 歡迎繼續收聽理財週末派 我是主持人新歌林昌新 好那第一個階段呢 我們跟這個俊妍老師聊到了 這個其實整個現在集團股啦 還有這些低級期的 然後甚至於我挑兩個字並購 對不對 或是私募對不對 有私募的這個方式 那我想其實大家也比較想要了解說 在現在的一個位階裡面的 整個大盤呢 到底這個外資的會進會入 是不是跟這種所謂的台幣有關 因為台幣一下子 這個先扁又深 那不曉得這個居然老師 其實你怎麼樣去觀察 這樣的一個盤設變換 噢星哥講的很好 其實台幣代表了至今的流向 我們今天帶來一張圖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台幣 其實大家如果記得 那個我們跨年之後 台北股市一直跌對不對 台幣重扁 對就從1月開始 1月1號一直扁一直扁 對不對 大家想完蛋了 那個大選之後 新聞媒體還跟你講說 大選之後外資大逃殺有沒有 結果沒想到才隔沒多久 結算之後 整個翻起來 台積電救台股 對對對 但你如果說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台積電法說會見轉折對不對 可是你把台幣這邊兩年的景限 其實是先升了對不對 已經先升在台積電掌聲已經先升了 對台積電 他只是一個背後面 大家所看到表面的一個跡象而已 可是你如果從台幣兩年的景限下去看 其實 呃圓越那一邊哦 那個台幣回扁 那回扁是到兩年的景限 2021年10月那個景限 對 那碰景也是31.5對不對 大概是31.5 OK 那你看到兩年景限一碰到之後 突破之後馬上直接拉回 往下就是升值嘛 往上就是貶值 對對對對對 所以你會發現說 欸現在 呃大家你可要留意的說 欸接下來過萬年後啦 可能指數是以一個相形區間為主 那主要還是看台幣 你看到兩年的景限 如果把 區間上緣跟區間下緣把它畫出來 其實你可以發現 嘟嘟好 嗯嗯 去年台幣扁 就是扁到那個兩年景限的區間下緣 對就扁不下去了 對然後開始回升 是 對 所以大家可以看齁 那如果說接下來 台北股市的變化 在台幣接下來一個慣性 一個相形區間的話 那指數大盤當然就是相形區間 是那相形區間的話 其實那 言下之意就是說 呃像居然說 您就會覺得說 整體現在的大盤 其實他在這個萬八 他就容易這樣子上下來回震盪 嗯 然後大盤就不容易表現 對啊 尤其大家齁 在三月份嘛 慢慢大家討論什麼 聯準會要不要降息 嗯 一般過去要升息要降息 他不會一次就確定嗎 對吧 然後跟你鬧個兩三個禮拜嗎 然後後面當然美國總統大選 是 美國總統大選 那個這一次參選有川普 對 而且川普現在的民調其實是比較高的 我們撇開2020年大選不看 因為那一年是有疫情 對 上一次川普 那一個參選的時候 2016他也是一樣啊 震盪的大半年 那時候台幣也是震盪大半年 然後到尾巴了才拉起來 是 所以大概這幾個因素 把它綜合起來來看的話 指數在接下來應該是相形震盪的機會 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那既然指數比較沒有空間的話 所以說頭朋友在選的話 第一個那 基本上這些大型股他的表現 就應該會相對幅度比較小 對吧 對啊 因為台積電會拉 拉指數嘛 對 啊指數在打下來的時候 也會殺大型股 對 而且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其實有時候很多人喜歡做大型股 那你說台積電漲你去買聯電 拍誰 聯電就漲一天又跌一天 又全部跌回來了 所以我覺得 其實大型股的操作上 說老實話 就是外資在控盤 那真正要反映到 整個市場的趨勢跟方向 我覺得還是要透過研究的觀察 去找到一些比較有利基的 甚至是鑽石的部分 那這方面就其實要請教專家 那居然說 你覺得在今年度 雖然說你說 大盤的指數是震盪 那其實只震盪的話就沒有崩跌的風險 那這個時候投資朋友 應該的怎麼去觀察股市 有沒有什麼變相可以做切入 其實第一個大盤動盪 如果是鄉型區間 對 那這個很重要的 你選什麼股票最安全 當然不是星哥 剛剛提醒大家的大型股 一定是 那個基期相對叫低的 基期低誰就安全 對你創高的 人家第一個先砍你啊 好那所以就變成說第一個我們上段的節目的時間有跟他聊到嗎 成長 對 成長剛剛聊了 那個併購那是轉型 成長的話是什麼概念 營收有成長的 營收會一直上 另外還有一個報價 OK 報價的漲幅如果超過市場預期 那股價是在農曆前沒漲的 對 那是不是就可以去做關注 那另外還有一個當然是說他產業面是低谷回升的 也是 對 所以都是由下往上 對對對 所以這個都是第一個他股價就是被低估了 是 他前面就是沒反應過 對 那現在你這個大盤要動盪輪到他了 終於要輪到他表現了 資金會輪動啊 是 尤其大概就是股價去挑那一種 那個去年漲幅蠻大的 對 有誰沒有突破2021年高點 OK就是還沒創高的還有沒有創兩年以上新高的 剛剛我們那個轉型的股票都 兩年新高三年新高 掛牌新高了 是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投資的要領 其實聽說朋友我覺得 其實我們同步在YouTube來做這個所謂的直播 就是說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覺得在做一個投資現在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 因為來到相對的萬八 那大家可能報股過不過年 或過完年之後 不曉得買什麼的時候 你真的千萬不要隨便的去買那些高級期的股票 因為相對的危險嘛 那如這個所謂我們看到俊妍所說 其實簡單的來講就是說 如果有低基期又有成長的趨勢 然後 欸我剛才又幫大家整理個重點叫做 報價上揚 這個報價上揚 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如果回到報價上揚的話 其實現在的報價其實很多的這些 我們不要說原物料 這些電子產品 他是不是報價也是慢慢的在往上走啊 呃我們有記憶體來看 其實記憶體的報價 去年年底開始做回升對不對 對 欸記憶體模組廠很多都創兩年新高 新哥如果記得的話那個十全有沒有 有十全平安 平安大家都記得 對連那個小布拉基的廣影 廣影也是 哇廣影也是 對齁 欸但是有品牌的啦 欸但是你會發現喔 有一些的股票他就是沒漲 是 欸看一下畫面這邊 是 欸一樣是越線的基期 你可以你可以看一下 是 啊為什麼人家其他的漲 嗯 他輪到最後面 那一樣都是那個報價漲喔 對 啊庫存如果有後面來講的話 因為他前面庫存 庫存是有利啦對不對 相對庫存比較合胸 我等於說前面沒有出貨 現在變黃金啊 低價庫存嘛 對啊 欸今年漲價我庫存要出去就直接黃金了 是 啊為什麼股價會漲這樣子 是 如果這個月線看起來 因為這盤整都超過半年以上 對對 甚至要盤整十個月的 是 好 那如果這樣的股票他忽然間出量了 對 你要不要跟他 要啊 當然啊 因為從低檔往上拉嘛 對啊 啊族群裡面都有人是創兩年新高以上的 是 那你如果這個資料在你手裡 你去看這檔股票 對 月線這一邊 忽然之間那個月有出量了 哦 大家記得上一段節目我們所聊的安國 對就是這樣子 神頓就是這樣啊 嗯 思慕你哪會知道他要搞什麼 對 我去追蹤那些股票也是因為思慕嗎 對 啊只是就欸 看一看兩三個月 欸 量能越來越大 先等放到自選股中 所以要有資料啊 我先放在等 然後等到出量 創高的時候 欸機會就是來了 對啊 是 那所以我想 其實這樣的一個過程中呢 很重要就是說 你要有這種資訊的來源 那 聽眾朋友如果想 嗯 鎖取這樣的資料怎麼鎖取呢 好啊就加入我的LINE 小鼠Z178 輸入通關密語 52178 非常簡單 非常容易 對那 信用朋友其實對這樣的這個資料有興趣的時候 還是可以來做這樣的一個鎖取 那我想其實 重點就在於說 我還是要問一句就是說 其實像這樣的以月線的角度來觀察 那投資朋友在在投資的時候 那他是不是他持有的這些所謂的 報酬率的預期就可以高一點點啊 對我們今天的節目 其實我來這裡就是希望說 提供給投資朋友一個 一檔股票在2024年 一口氣吃到飽嗎 一檔股票讓你有獲利翻倍機會 應該是這麼說 翻倍意思就是100%了對不對 那100%安國跟那個神盾 100%根本是一個月就完成的事情了 我跟大家講 你一定很想賺100% 可是你不要看什麼LINE Pay 新鎖掛牌100% 我跟你說 那輪不夠力了 你要老老實實的做功課 在台北股市找到這樣的一個機會了 粗量你就要跟他 你等到利多出來 哇那個漲幅度已經出來 已經先漲一個月再說了 是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 其實今天跟這個 建源老師聊到 其實 整個現在的一個市場 我覺得大家的氣氛 可能就比較偏觀望一點 因為不曉得要買什麼 那這個時候應該要找到 低基期 然後可能會有這些所謂有提材性的 甚至於說哎報價上揚 所以我覺得說像這種所謂的 記憶體族群 應該也有這樣的一個來關注 那今天呢 也帶來兩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察的標的 那這個標的呢 就大家就可以怎麼樣 去來做索取 那索取的方式就是像程老師講的 對不對 對小鼠Z178 輸入通關密碼52178 好我想其實大家如果說 對這樣的訊息有興趣的話 在接下來的台北股市震盪之際呢 你也可以去找到 你喜歡的標的 那甚至於呢 專家來跟你來做這個所謂的分析 那你可以找到 你要的一個分析的方式哦 好 那今天的理財中風派就到這邊 很感謝我們的這個 俊仁兄來到現場跟大家做分析 那希望大家呢 持續支持我們的節目 我們的youtube也持同宿的 鎖定有直播也有復播 那大家可以來上面來做觀察 我們下個禮拜見哦 拜拜 在等後往左邊做的 我們下個禮拜的